大家好,歡迎收看ET財智Talk 今天請來立哥經濟,立哥你好 你好,我們找到你來就對了 我們的外圍的Jackson Hall 終於完美落幕了 大家最想看鮑威爾出來說的 最想要他說的訊息都說得很清楚 幾個英文字,Time has come 大家一致預期九月就減硬息 想不到美金散得那麼誇張 我看他一百都差點頂不住 有沒有覺得敏感了一點呢 如果你問我,我不覺得鮑威爾 講了一些令市場很意外的事情 九月減息,市場基本上是共息 問題是說,究竟減0.25還是減半厘 他現在都只是說減息時機到了 其實他都沒有說說究竟減多少 但那個市場很明顯的 近來擺明是想推美金下去的 所以有這些叫做對聽的 大家再做多一轉 試試你一百,甚至試試你九個九 這些位置能否守得到 你自己覺得減息幅度呢 因為你市場肯定是推聯儲局去想做的方向 從來都是這樣 是恐慌死的 是的,利率期貨亦早預算了100% 九月減息 現在,你馬來講完話之後 其實依然價錢,到年底前減四口 一共都差不多接近一厘 你覺得會不會有這麼激進呢 我覺得第一次減半厘 除非你九月初的就業數據相當之危險 否則聯儲局未至於減半厘 因為減半厘 市場會害怕 不知道你後面會有什麼 經濟危機會在想 因為你減半厘 它會預計下次有機會又是半厘 所以我自己暫時看數據 我又覺得美國經濟確實在放慢 但是是否要去到一開始就要減半厘 你看歐元區也不是 所以我自己覺得0.25% 都是一個比較合適的預期 如果到時真的是0.25% 大家就完全是市場暫時普遍超過80%人的預測 因為現在利率局的反應 都是只有20%多的機會 是在下次會議九月的時候一減減半厘 如果劇本跟我們現在去做的話 其實美金像你所說是做得多了 其實在這些位置 我又不見 我剛才和你聊天 你的經濟又不是真的去到很差 對上一季的GDP還有2.8% 你的消費信心 那些零售銷售 其實還年紀以來最大增幅 好像沒有任何藉口 其實是要令到美金崩潰式地向下 這樣說 最大問題是最近勞工部 將3月前12個月的就業數據大幅下調 81萬份 確實是比市場多了一些理由去猜 你是不是真的有問題 所以為什麼說 9月的就業數據都要看 但是另一方面 好像你之前出完的 你都可以這樣大幅下調 那究竟我9月你出的數據 究竟我當真不當真好 變了又挺尷尬的 我自己覺得 都是剛才說的一句 市場近期似乎是想做的美金下面 所以就變了 你有任何利淡的消息 它的反應就會比較大的 你利好的消息 它就暫時忽略 但是問題這些情況 很坦白說 它去到某一個階段 它有可能會放回另一邊 所以究竟你說 現在是不是已經去到一個 好像你剛才所說 已經做過了位的呢 我自己覺得 如果用一個圖表去看 接近的了 因為你始終 你現在去到一零零幾 其實已經是過去一段時間 美匯指數的區間底部 你剛才也提到 美國經濟數據 第二季還是有2.8的增長 你和歐元區和其他經濟 看起來比 都還有幾大幅度的分別 所以你說 美金要散 可以的 你就要炒一些之後的東西 你就不是看現在的東西 那我要問你 因為之後的東西是很近的 今個星期尾 就有一個傳承關注 又有一個通脹指標 那個PCE 核心消費個人的價格指數 聯儲局的Benchmark 我不知道 暫時來說 市場預計沒有什麼變動 我怕有什麼差池 如果以策略部署地 你未來一兩個星期 會教一下朋友 怎樣部署的美匯指數呢 短期的美金是淡的 因為你看到其他經濟體 那些通脹數據都是穩步 叫做向下 雖然那個下降幅度未必會太大 慢了一點 但是起碼它是慢慢慢慢向下的 不會說 未見到一個趨勢走回頭 還有你看到油價離這些價 相對上 你不會對那個通脹特別擔心 所以我自己覺得 在通脹方面 還有一些理由 讓你再去炒那隻美金下一點 因為你現在都是一零零零六 那你炒多一個大點 去一些九九九半 或者你穿一穿九九 就是希望市場有一些panic的表現 這樣炒下去 問題是 你是不是可以站得穩在九九樓下呢 所以我自己覺得 短線你就不要逆個市 因為始終還是淡的 但是你問我 我不會在這個位置 大柱大柱地 後來去看淡美金 我反為 咦到那麼上 那我就買點看看 駁它反彈 OK 這一個就是一步一步的問題 接下來都要比較多的經濟數據 包括今個禮拜 除了有PCE之外 也要看美國 比如消費信心 第二季的GDP 其實都會有一個第二次的修訂 看看會不會有比較大的落差 經常說匯率相對 美金跌到這樣 看看誰最厲害 原來今年以來 那個榜和歐元就是跑出了 其實那個榜大家都不太明白 它是有減息空間 其實它就是跟著歐洲央行 歐洲央行六月減了一口 然後它最新八月減了一口 但是行長貝利 也有出席Jackson Hole 因為鮑威爾的勢太厲害了 是不是沒有人聽貝利說話 但是貝利其實都暗示了 未來還有進一步減息空間 那我就怕了 其實會不會升多了 接下來鄧翻雲 其實那個榜可能會弱一些 我自己覺得是這樣的 因為你始終歐洲或者英國那方面的經濟不好 其實在今年整 就是之前的三季度 接近一路都是在炒 特別是在年初的時候 歐洲那個情況 確實是沒有什麼氣息的 但是英國的情況 由去年年底炒 可能有經濟衰退 但是你看到它出來的數據 挺得住的 不是太差 其實比歐洲更好一些 加上工黨上場之後 你當它是蜜月期也好 怎樣也好 似乎又沒有什麼特別大的反應 但是那時候 我記得工黨上場之後 很多人就說 接下來很多不明朗因素 很多人不要碰綁住 有些人說不是的 反而覺得這麼多 主要的央行或者貨幣 裡面的經濟體系 這個黨派的輪換 是英國應該看得最好的貨幣 其實那時候很大的分歧 我覺得這個工黨明顯是吸收了之前的教訓 它沒有去隨便推一些太激的政策出來 另一方面 跟歐洲和英國去對比 通脹當時 就是你早幾個月 其實英國的通脹還是偏高的 是的 這也是令到英國銀行 不敢跟著歐洲央行 同一個時間來去減息 特別是工資增長的情況 是有一段時間很令人擔心的 但是現在慢慢慢慢的 就變成了 變成很明顯 其實全球的央行 大家都希望去 將貨幣政策 鬆一點 刺激到經濟 所以跟美國比 我不會覺得 美國是特別需要 反而歐完它是很明顯的 英國可能沒有歐洲那麼進取 但是它的貨幣政策 就像你剛才所說 英國銀行行行長 都已經表明 之後再做的 其實都是減息方面 如果說到英鎊走勢 我留意到 有時會檢查一些 即投機性的長短倉 我見到有些數據反映 其實原來自7月中 CFTC的數字反映 很多人在英鎊上 正常倉 有個別的星期 還創了歷史新高 接著我聽說 很多人說 都差不多了 吃糊 變回多了很多淡倉的比例 想不到的 就是美金急跌 跌得這麼急 就說出現了 夾淡倉的行程 其實在策略上 是不是有出現這些 會令到走勢有不同 如果你說7月這段時間 坦白說 我又不會覺得市 有很多看淡英鎊的倉位 因為始終 近來的美金 都還是偏淡的 反而就是 為什麼英鎊表現這麼好呢 我自己覺得 在交叉盤 即是歐羅英鎊那方面 其實應該一直都是 稱高英鎊多些 變成這一方面 無論你在基本面 或者貨幣政策 對英鎊也是稍為有利的 變成英鎊的走勢 相對上比較好 我自己覺得是合理的 如果後續 因為如果你計算 英鎊對美金 歐元對美金 英鎊相對歐元 就走快了兩步 Year to day 就升差不多接運4% 接下來的位置 上下位方面 應該怎樣去部署 很坦白 在1.32 1.33這些位置 我自己 剛才對那個美金 我不是看得太淡 在這樣的前提下 我自己對英鎊 我自己覺得 它有機會 譬如你說 它相對強勢一些 摸到1.34 或者再高一點 接近1.35 不出奇的 但是你說 有一個很大幅上行的空間 我暫時就覺得 未必了 而且特別是要小心 會不會突然之間 美金又會出現 有一些鐘擺 又放回另一邊 這些都是要留意著 好 這個也是逐步逐步看 另一邊 我想更多朋友 就是關注著 在8月份 其實匯率的走勢上面 排行 跟剛才我們說的 這一段有些不同 估不到 是有些商品貨幣跑出來 特別是新西蘭園 升幅最厲害 但是我們先說日圓 因為最近都比較多人繼續討論 上星期末 大家等下鮑威爾 之前先出了直田和南 日本央行的行長 上了國會 解釋 應該是被問華 直接是炮製給他做 這一場show 究竟之前加息是否加得太激 是否引發了環球的資產市場動盪 誰知道他出來很堅持 或者自己沒有錯 覺得很適合 兼且還說如果經濟對板的話 我繼續加的 你覺得摸著這條路數 接下來的日圓應該會怎樣處理呢 日本走了這麼多年的 超寬鬆貨幣政策 你要貨幣政策正常化 這個是必然出現的東西 所以你既然貨幣政策正常化 你不會加一次半次息 就是叫做正常的 所以直田和南所講的東西 我覺得是很正路的 當然前提一定是經濟和通脹配合 大家要留意著 日本央行自己不是很久 他自己有一個報告出來 就是日本的勞工市場的結構 似乎是出現了轉變的 變成新金的上升 現在是推動通脹的一個很主要的因素 而且覺得這方面 仍然風險還是向上的 你看到日本的通脹情況 我自己覺得相對上 是比較穩定地 超過了日本央行的目標水平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只要經濟情況是許可的話 我自己相信日本央行會繼續加息的 普丹白它現在加的勢極 你不就加0.15 是的 0.1 是的 基本上你的官方 跟其他主要經濟體 去比較 都還有一個很大幅的距離 所以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說炒預期的角度 日本央行會加息 美國央行會減息 那個息差 大家一定會逐步收窄 在這樣的預期下 日日日應該是還有機會上升的 是的 之前大家開始看到 美日息差 逐步收窄了很多 早前一直一直站在 三厘的差距以上 現在慢慢逐步 回賣向下 有個別的日子 其實跌穿了三厘 即兩厘八、兩厘九 其實都見過 亦都同一時間 令日日日轉強 不過立哥 有時你覺得 日本央行又或者日本政府 亦都部署跟自民黨 可能有少少的變化 人選上 如果現在說 另一個大熱的人選上場的話 其實他的言論 都是傾向想日本加息 即將利率正常化 問題是 他需不需要看國際形勢呢 即之前曾經被說過 然後他們的副手 不是全部出來了 如果波動的話 我們就很難加息 你覺得他們會不會看著 拆倉的形勢來做事呢 日本央行 很明顯他們做法 是比較謹慎的 所以之前 日本加元息的金融市場 動盪得很厲害 究竟日本加息是因還是果 其實這個都很難去判斷 是不是因為 它加了息 拆倉 導致金融市場 股市跌到那麼厲害 還是股市跌完之後 才令到日元有這麼大的波動呢 其實暫時 我自己覺得 可能還要看 但是 剛才也是這樣說 整個貨幣政策正常化 它一定是要走的 問題是說 究竟會走得 那個過程會是怎樣 暫時來看 我自己覺得 這一段的金融市場的波動 起碼你看到美股 現在基本上收復了大部份 還有過頂 所以 真的不排除 由於有 叫做新一輪的工業革命 或者有AI 令到整個 大經濟環境 跟以前不同了 未必能夠用 以往的經驗去判斷 是不是會出現 一個對經濟會有 怎樣的影響 所以我自己覺得 日本央行的貨幣政策 應該不會有一個很大的變化 但是 譬如大家都會關注著 其實以一個操作的角度 或者你比較熟知的金融市場 譬如炒家的運作 其實他們現在會不會因應覺得 可能日元已經沒有以前那麼便宜 甚至他的利息可能逐步慢慢 是相對較高的時候 不會借那麼多日元 去build up他們的套息交易 因為你美國的AI依然很厲害 其實他們依然有理據 就是借這些 叫做 相對沒有那麼高息的貨幣 去炒其它東西 會不會呢 不排除 我甚至最近 我見過一些新聞報道說 現在是有人 用美金去套息 是啊 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有想過 這個邏輯 你怎樣都要換了美金 才換其他東西 所以其實它是不是 趕一點不趕一點 我自己覺得你唯一的就是 你借美金 是啊 你借美金 你博什麼呢 你博個匯率貶值 嗯 就是你借美金重要 重要的是你是 你是外國機構 那你借美金 那如果那個 美金貶值的時候 那你到時還美金的時候 那你可能就是說 你一個匯率上面 就有數 但是你從利率上面看 你怎樣去稱 現在 日元和美金的息差 是啊 都還有四里幾 就算我借人民幣 都不會借美金 是啊 所以這件事 是比較難明白的 那可能 就是 高人有高人的想法 你這麼高 你都想不到 都很難想 我們這些小市民 就理解不到的 但是整個做法上面 我相信 那個套利交易 你說用日元去做的 一定是會收斂了的 嗯 從這些交叉盤去看 是否真的會看到 究竟是否在建立 日元的投機性的倉 做套利那些 我自己覺得這一轉 由於它之前拆倉 導致這些什麼 柳子對日元 澳元對日元 這些 它那個跌幅太大了 所以變成 它 像你說的 它現在還有一定的 息差的情況下 我低位買了 那我就短線炒了 所以 你整體上面 我自己相信 未必說會有一個 很大型的 又用日元去套利 但是你說日元 會不會對著這些交叉盤 由於它本身在利率方面 仍然都還是 一定的差距 有一定的差距 而令到它仍然會有一些 短線的壓力 我自己覺得這個是會的 另一邊 大家最關注的 說到這一件事 就是日元究竟是可以走到多少 就是由162 就是多拉贏 162 一直走下去 曾經是141 是 13%日元的升幅 其實就相當誇張 在一個歷史上 接下來會不會再爆邊 Dollar Yen這件事很有趣 它想它可以持續性地 升很久 但是它不會一下子 好像它跌的時候 在一個很短的時間 就升得很過份 但是Dollar Yen跌起來 它是可以真的 很短的時間 就好像跌現在這樣 十幾個%都有 我聽人說 以前拆倉是跌成20多%的 有 我自己這樣看 這個美金對日元 如果你看回大一點的圖 其實它是 應該由2021年 在202、203 那時候應該是美國 是不是2021年 開始去加息 開始加息 慢慢慢慢逐步有些套利的交易出來 那由當時102、103 上到162 那你就當它上了60個Yen 那如果你調整一半 其實就是30個Yen 那如果你30個Yen 那不過份 那就去一些133、134 這些位置 很不習慣 香港人是要慢慢習慣的 還有大家要留意 這一圈跌到141多之後 它反彈是過不了150 去到149附近 那其實剛剛是那條20天線 然後現在又調頭下 那所以呢 其實它有可能 這個反彈結束完之後 有機會再試回140、141這些位置 你穿得140的話 我覺得第一個位置 就可能見137、138 看看會不會真的去回132、133 機會有的 是的 如果要準備去日本的朋友 就趁勢唱 沒有想著它可以便宜很多給你 因為阻力重重 到最後 最近很多的網友 都會討論其他商品貨幣 特別是 其實我見過澳指和新西蘭 挺有趣的 因為兩個本身以前是孖兄弟 但是現在貨幣政策 好像有點南沿北撤 就是你澳洲 上一次的會議紀錄 竟然是不是講減息 是講討論加息 但是新西蘭就講明給你聽 我接下來都是繼續減息 而且是突如期內 8月中是減一次息的 那麼 是不是很清楚呢 兩者的貨幣的走勢 那 確實你從這方面去比較 就是 紐西蘭已經開始去減息了 澳洲呢 它就是受制於 它的那個樓價升得太厲害 所以呢 它就不敢隨便去減息 但是 那個經濟方面 我自己覺得你越遲減息 到時你可能引發一些經濟問題 對那個會價未必是有利的 可能是減得急 是啊 所以你短線 你從貨幣政策 對那個澳元 很明顯它近期是比較強勢些的 但是你整體上面 就是你再看長遠一點 未必是一件好事 但是澳元其實反映了味 它都夾了很多下 如果你看現在這個圖 就是基本上去到68美先流上 你見到有好幾個頂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 在68美先其實都要小心些 就是又回到我一開始的那個想法 如果我自己對那個美金 不是看得太淡的話 很坦白 這些位去追 要靈活走位 就是到這時候你就要吃虎了 未必說真的有個單邊行程出來 我想問澳會員 和金價關係高不高 這一陣子 就是好像差不多同步行 以前有些人這樣去比較 我自己覺得 不是有一個很大的關聯性 因為你見到它的圖 基本上都是 就是你拉長一點看 其實它是Range 它是Range的時候 你和金價單邊上到來 2500多 就是鐵礦石有不同 那就是 大家可以拼一下圖 自己回去 看看那個關係 有沒有一些先行的指標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兩個地方 其實他們那個貨幣政策 都比較清晰 但是我見到 交叉本上 譬如 吳奧園對新西蘭園 不算有重大突破 那這些是否一些好的位置 可以做部署呢 如果你說看圖 其實下面一個比較大的支持位 可能是1.08附近 那所以 如果你捱著這些位去買 我自己覺得可以去試試的 那當然 上面你見到很密集的幾個頂位 其實就是 其實都不是太遠的 都是在1.115 1.12 接近這些位 那所以 似乎還是適宜短線操作 和你是要找對的位置入市 相對上是會比較好些 那如果我們總結 今天都講了很多不同的貨幣 和不同國家 例如你的政策 經濟 甚至操盤上的走向 那麽多種貨幣 如果逼你選一種 或者一批 在年底前 你覺得哪一批 是比較有信心 可以見 日圓 都是日圓 就是看星 沒錯 好啦 那大家都希望不要不開心 如果在路整艙的話 起碼可以用一些便宜的日圓 不如去旅行玩 開心點 謝謝納哥的分享 下次再次來聊天 好 節目時間差不多 拜拜 拜拜